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马就要来探理 所以这个是一个记者他们接到了通知而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礼办及院方都说不宜探病 可是马不理 坚持要去 马的随后突然就跑到22楼的病房去了 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一个动作 医护人员被要求说要去列队欢迎马 以至于让这个李前总统的病房 没有医护人没有医生去这个照顾 马英九坚持要跑到22楼去签名 好这几个呢是这整个的事情的一个发生的关键的一些所在 所以我们现在一个个来请教 这个就是说这是整个的记者的采访 记者去知道马总统要去 是因为总统府简讯通知 这个是宪宏的一个认知 这个是这样 因为这个时间点是在差不多四点钟 四点钟先是肖万长副总统的秘书 帮马总统方面打电话 说可不可以还是让马总统去看病 他们就因为十点钟 早上十点钟的时候就已经 武警林秘书长已经打过电话了 那告诉他说全身管线其实都还在 22楼其实这时候不是一般病房 是家务病房 所以没有办法给他谈定 其实请说 当时候这个王主任 这个 一旦的王主任 王彦军 王彦军 他说的是说 能不能当时候早上十点就讲 能不能等这个李总统的病情 比较平安了以后 再来安排马总统来看他 但是这个对话到了4点20分 秘书长再打一次电话的时候 已经变成是说 总统的飞机 到达以后就会直接到这个 所以请你安排 拜托 请你安排 他说老板一定要去 所以可不可以就一定安排 一定请你安排了 那这个以后就开始 这个陆陆续续 有记者就来了 告诉他说 我们知道总统等一下要来 你们 所以王彦军感觉到说 不是讲好不要吗 为什么连记者都通知了 为什么连记者都通知 所以他的讯息是记者告诉他说 有简讯通知他们 记者告诉他讲说 他们接到了简讯 因为记者比他更确定说 总统一定会到 因为当天其实就有SNG车 就在那边等候了 当然记者他怎么样会知道 这点我也不晓得 但我来这边可以说明是 总统府绝对没有用简讯 去通知媒体说 总统府没有通知 那马办呢 马办也不会有 马办也不会有 我这边在讲完了 我这边要讲的意思是说 他没有去通知 通知媒体朋友 这是一定要确认的 真的现宏前一天说 有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大概就已经去问了一下说 那当天到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他们没有通知记者 就说总统府没有任何的简讯说 总统要去看 因为他们也不希望 就是说那种大阵仗 惊动了就是说 就是正在休养方理 这不是他要做的 那当天其实 其实他们在内部沟通的时候 我的了解就是说 总统觉得他要去 是因为他想要去了解一下医疗团队 对于就是说 李登辉的这些病情的评判 就是他想去知道这一部分 所以他们所有的 就是说行政联系的管道 都是透过 透过荣民总医院 都是透过院长是透过林芳玉的办公室 但是你看 好我们就进入第二个 李办跟院方都说不宜探病 他并没有要看那个 马总统就是还是要去 马的意思是说 他没有要去探 他只要去问 因为林芳玉已经跟他们讲 那马也知道这个情况 但是马只是觉得说 不管礼貌上面或者关心 他去让他知道 就是说我有来看总统 再签个名这个是要的 其实我觉得签名不是重点 重点是说一个现任总统 他去关心卸任总统 对于一个老长官关心之情 刚刚湘龙也讲 他真的是非常关心 让一下医疗团队 有没有照顾的周到 一个我觉得这个原本是人之常情 就是一个关心老长官的一个心情 就是说虽然其实大家是拒绝的 是很清楚 因为刚刚宣伟讲 院方也说不疑 李办也说不疑 那拒绝 但是马还是坚持要去 可是马后面的作为 他坚持要去 去了一个想法 跟一个原来是有个设计的感觉吗 你的了解 我不做推论 我只是说 那我为什么会去查 因为奇怪了 我们在这个之前 在我写文章之前 我们的理解是说 好像奇怪 马中只是要去二楼而已 那这个怎么会 22楼那边有这么多话 我还问 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 我不是说了一句 很委婉说 我想应该有一些误解 对 你有讲误解 那我们就问了 后来我就去问 我就去问 因为我知道总统的行程 绝对不是他自己可以 说要去哪里就哪里 他都会有垂护先行 也就是所谓的 我们一般讲说 特种警卫请勿 特种警卫请勿 要先布局 那你布局布到哪里 就是原来的计划 要去哪里 我的认知是这个 他们随乎的态度 是要干什么 就是总统等一下要来 然后他们是怎么样的 叫做 因为你讲的是说 他们非常的不礼貌 就是很强势的一个方式 就是总统等一下要来 我们要来了解 要来了解 然后但是王彦军说 不需要啊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出去 所以叫他们出去 就叫他们出去 这三个随护 其实是突然之间冲到他的病房 突然之间他就看到他已经到了 然后被王彦军给挡掉 给他挡掉 被挡掉 然后连签名簿原来放在 原来他们就多下一句话说 那这样等一下我们来 至少有签名簿吧 OK 他知道说 就是如果进来以后见不到 他们就请总统签名 那王彦军是认为这样是不离的 这是不当的 所以王彦军叫他们把签名簿拿走 就是说不要到22楼来 对对对 这是最后这个动作 我们要快速的把这件事情 不是在当场 因为已经快结束了 节目已经快结束 还没有弄清楚 所以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把 我昨天问的一些情况 因为有很多跟宪宏所说的 我不是说质疑他们讲的对话说 而是有一些显然 对对方的这些动作的判断上的失误 那为什么就是说他们会到22楼 因为是荣总的阵风市主任 因为荣总他们告诉他们说 签名簿在22楼 所以是由荣总的阵风市主任 带着就是说这三位的随护 包括一个副组长 到22楼去勘察动线 不是他们自己知道说 那个签名簿在22楼 是荣总的人 告诉他们说签名簿在22楼 所以他们到了那个地方 再来为什么没有通知 就是说李先生的安全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预期 比如说总统跟李登辉要见面 他们并没有要见面 所以安全随护之间 并没有什么交接协调上面的问题 他们本来就只是去想要知道 就是说签个名之外 另外从林芳云他们那边 知道一下李总统的 这些所有的状状 随风处的林组长带着他到22楼 那好那现在就是 那这段是对的 这段是对的 现在就说 问题是 到22楼为什么要去募据 看到他们之前 不晓得他们要来 对啊 不能不晓得他们要来 可是邓组长有跟王燕军报告过啊 所以这个当中就是 就是有一些 没有 所以 所以到了那边去 这些随护是不是非常的不礼貌 硬是要闯 然后就说他们要来布置 要来做一个维安的布置 其实他们根本就 他们只要电梯 到22楼到电梯口的时候 就是两方面的特勤中心 就被挡了 因为其实随护跟随护都很熟 因为他们都属于特勤中心 所以就在沟通协调 沟通协调 可能向文哥不知道 其实并不是本来就要到2楼 他是本来协商 那现在怎么办呢 因为他不让他们到22楼签名 于是乎 那个 比如说那个随护 就是等于是赵副组长 他就开始跟吴秘书在讨论说 那这样总统来 到哪里签名表达关心之意 所以他们就想到说 那就到4楼院长室 因为基本上就到院长室嘛 但是因为院长室的动线 他就是出了电梯门以后 到院长室还要经过一些病房 那他们的原则就是低调 保密 不干扰病房 这是他们去的一个 三个目的一定就是这样 除了表达关心之意 就是要保密低调 不要干扰到任何的病人 所以后来想到说 去院长室那个动线要走很长 于是乎就觉得 吴秘书觉得 那到哪里好呢 然后于是乎就是到了2楼 见检室 并不是王彦军说 你到2楼 不是这样 那个过程是 他们自己决定要去2楼 吴秘书等于就是说 院长室的吴秘书觉得说 那到哪里比较好 因为2楼电梯一出来到见检室 10公尺很方便 就是一下就到 那于是乎我就要跟大家 再讲一个小故事 整个的过程里面 就是总统到V2 等于是2楼停车下车以后 他就直接到2楼 2楼签完名 就是有一些医生 来跟他们讲一些的状况 绝对没有什么列队的人事 医护人员在那边等总统 接总统只有三个 一个院长 副院长以及吴秘书 我觉得这跟42楼达入 22楼没有 有 有5到6个 包括开刀的医生 总统根本没有到22楼 他直接到22楼 可是那不是名人员 被找到22楼去吗 我讲列队是列在22楼 那也是总统没有到22楼 但是总统没有要到22楼 如果总统认识总统没有要到22楼 怎么这些开刀的医生 林芳御出版的 他这一个人都来了 他认为签名顾在22楼 很多人去签了吗 没有 没有 你又把签名顾拿下来嘛 因为林芳御已经知道签名顾要放在22楼